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 原定在13号到15号来台访问 但是美国国务院12号突然宣布 为了要确保政权交接平稳 将取消国务院接下来8天内 所有原定的访问计划 包括了国务卿庞皮欧的欧洲行 也包括了台湾时间13号下午 克拉夫特访台的行程 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在先前听闻台美交流取消限制 更重提当年美中建交前提 对台美关系强力谴责责 随着国务院决定取消 本周所有官员出访计划 也让访台出现变数 本周公分之一 对台湾的推广 本周公分之一 对台湾的推广